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会上议院以三分之二支持通过反跳槽法案 随着我国与孟加拉在去年12月19号签署拼雇劳工谅解备忘录 首批孟加拉劳工将在今天抵达我国 本届公运会 我国建而取得亮眼成绩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朗及元首后端姑哈扎阿基扎 恭贺我国羽球女双陈康乐和梯娜 为我国夺下博明汉供运会的第七美金牌 苏丹·阿布朗今天在国家网工脸书撰文指出 陈康乐和梯娜昨天在羽球女双决赛以21比5及21比8的成绩 请取东道主、英格兰女双组合 为我国贡献在本次赛会中的第七美金牌 这美金牌也打破了大马队在赛前设下六面金牌的目标 如今我国成功以七金、八银以及八铜的亮眼成绩 完成大马博明汉供运会的奖牌目标 政府提成反跳槽法旨在确保古国的政坛稳定 避免国家陷入政治危机 首相W3 Ismail Sabri今天在国会上议院 提成2022年联邦宪法修正第三号法案 最终该修宪案获得52名上议员支持 顺利通过三分之二修宪门槛 同时强调法案下的禁止国会议员跳槽规定 不适用于国会上议员 阿里 Dewan Negara 禁止国会议员在任期内跳槽的反跳槽法 上个月28号在国会下议院获得三分之二 国会议员的支持 也就是209票三读通过 而在上议院则得获得至少40位上议员的支持票 否则反跳槽修宪案是无法在国会上议院 达到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 贸消部副部长达到许里罗索瓦亦指出 截至目前当据经队两百七十八家 津贴食用油包装公司展开取地行动 其中有十五家公司因为涉及不正当手法 贩卖津贴食用油而被调销执照 以及二十四宗案件被带上法庭审讯 罗索瓦亦是在国会上议院 回答Bala Supramaniam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提到 贸消部将与各个机构展开合作 严厉达机将津贴食用油走私到国外的非法活动 自今年五月以来 国行逐步将隔夜政策利率调高二十五个基点 最新的隔夜政策利率为百分之二点赫五 财政部副部长达得莫莫沙哈指出 逐步提高隔夜政策利率并不会给人民造成重大影响 尤其是B40群体 这是因为该群体有三分之一的贷款 是固定利率 其余的责为个人融资及汽车贷款 尤其是B40群体有三分之一 Muhammad Shahat说国行在未来做出任何有关 调整货币政策的决定都将以可控和逐进的方式执行 以免给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带来影响 同时政府也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援助计划 包括国行中小企业基金 银行有针对性贷款还款援助 以及通过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联邦直辖区部长得的是沙亿旦指出 政府通过鸡蛋和肉鸡针对性补贴计划下 共汇集吉隆坡大约六万三千名 人民组屋及公共房屋的居民 涉及金额超过二十一万一千令吉 以减少有关居民的生活负担 予此同时沙亿兰表示 联邦直辖区部将通过为期一个月的 My Gross at Villaya 计划 提供大约五十八万一千令吉的补贴 本月十五号起 政府将展开大马一家促销活动 以便让人民组屋和公共房屋的居民 能够重重受贿 人力资源部长德德西萨尔巴南指出 随着我国与孟加拉在去年十二月十九号签署 聘雇务劳工谅解备忘录 首批孟加拉劳工将在今天抵达我国 部长说该批劳工将分配到制造业工作 截至目前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署 已经收到八十家本地雇主 聘用劳工的申请 涉及六千名孟加拉劳工 他说对于已经向移民局支付人投税 并打算雇用孟加拉劳工的雇主 可以到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署 申请招聘证明 工作合约以及工作准证等相关文件 为了提升以及维修双西拉绍绿水站 乌鲁雪兰额一百八十八个地区 今天起分阶段治水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表示 受影响的地区预料将在十一号凌晨 一点全面恢复水工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公关主任 伊琳娜方文告表示 有关双西拉绍绿水站的维修和提升工作 今天早上九点展开 预料将在今晚九点完工 一旦维修和提升工作完成 以及输水系统稳定之后 该公司将会分阶段为各式用户提供水盐 然而水控受影响的时间和恢复的过程 将会根据用户地区的水压和输水系统而有所不同 预知最新的消息和水工恢复的进展 民众可关注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应用程序 脸书、Instagram以及推特 或浏览该公司官方网站和拨打热线了解详情 配合我国第六十五周年国庆 国能公司将通过照亮国庆奖励活动 将鼓励本地业者张挂彩灯 以照亮建筑物和周边地区来欢度国庆 对此国能将从本月一号起至九月三十号 开放让有兴趣的业者申请 照亮国庆奖励活动是根据超过三个月 也就是今年五月到七月期间 平均用电量的增加量而给予每千瓦时 二十点八仙的优惠 这项优惠将一次性纳入今年十月的电费单 电费单上将会显示加年华值扣 有意申请的用户可浏览MyTMB网站 或邻近的国能商店申请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九月十五号 这项照亮国庆奖励活动是自200年起开跑 主要提供给国内贸易关税下的所有用户申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资讯全方位知晓天下事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本台记者 用心聆听民生动态 给您查播一则最新消息 当事觉知天下风雨不改 陪你贯穿世界脉络 日前 石州乌拉港一名匪徒在光天化日下 骑着摩托车掠夺一名女子的金项链 整个作案过程 被后方一辆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录下 目前 嘉莹警方正在调查和追踪 嫌犯的下落 嘉莹军区主任 穆哈曼·加伊助理总监 发文告表示 当局接获一名女子的投报 指她在存名在野的一条路段 准备上车时 遭到一名摩托骑士 掠夺身上的金项链 这名嫌犯失守后急忙逃走 以致嫌犯的身份 摩托车车牌等都无法确认 不过嫌犯的干案过程 却被后方一辆轿车的行车记录一录下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 第393企图抢劫条文展开调查 民众如果有任何与此案相关的线索 可联系查案官罗莱拉 或前往邻近的郡局报案 就在距离乌拉港不到十公里的 郊赖黄冠城至安亮起红灯 短短两天内就发生了四宗掠夺案 该区的居民协会主席黄和顺 呼吁居民多加留意 以及敦促受害者一定要向警方报案 郊赖黄冠城居民协会主席黄和顺 在脸书透露 8月6号和7号这两天之内 当地共发生四起抢夺钱包 及金项链的案件 8月6号 一名匪徒试图抢施主的金项链 索性匪徒抢劫不成 但是在拉扯的过程中 导致施主的颈向后部留下余伤 目击该起案件发生的 家影视议员陈迪元 也立即前往协助 同一天的上午11点左右 在有一名男施主 被两名骑着摩托的匪徒钉上 从后抢夺金链 同样造成景象后部雨伤 8月7号 黄冠城的商业店铺 在发生两起涉及金链和钱包的掠夺案 导致人心惶惶 依据居民描述 嫌犯驾驶摩托车犯案 因为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看清楚车牌和型号 所以获得的资讯不足 还有一些事主没有报警 因此居民协会希望事主可以配合提供报案纸 以便收集好数据 向附近警局要求 多加巡逻 关注 以及积极打击罪犯 大马对外情报组织前总监 达兜哈萨纳 涉及一宗一千两百一十万美元 折合五千零四十万令吉失信罪 获得吉隆坡高庭宣判 无罪释放 高庭司法专员在宣判时表示 将罪名挂在哈萨纳身上 长达一年多 对他并不公平 去年四月 当检察官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最新进展 由于哈萨纳很有可能被重新提控 因此被高庭宣判释放 但不代表无罪 也就是说 尽管哈萨纳被释放了 但过后控方还是可以以相同的控状 把被告带上法庭面控 哈萨纳随后提出上诉 基于控方不再处理此案 宣判哈萨纳无罪释放 2018年10月25号 哈萨纳被控身为首相署研究总监的公务员 实信1,210万美元公帑 然而哈萨纳却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他是在2018年4月30号到5月9号期间 在不成首相署办公室犯下失信罪 抵触刑事法典第409失信条文 一旦罪成最高刑罚为 监禁20年和鞭持以及罚款 早前社交媒体流传一名男子 不顾女婴母亲劝阻 将电子烟放进6个月大的女婴口中 引起社会关注 同时也遭到网民讨伐 目前涉案男子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并延扣5天协助调查 柔佛新山北区警区主任 Rubia Abduwahib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警方于本月6号下午2点56分 接获女婴母亲的投报 他透露 视频中的男子正是女婴阿姨的朋友 事发当时 女婴母亲带着女儿及两人一同外出 在乌达新镇附近用餐 后来男子突然抱起女儿 开玩笑地把电子香烟放入女婴口中 而女婴的阿姨则拍下视频 上载到社交媒体 不料该视频在上载之后 遭到网民的疯传 警方表示 涉案的23岁男子 今天中午12点45分到警局自首 警方则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条 第一款A项条文把男子严扣5天调查 一旦罪诚 嫌犯将被监禁最高20年 获罚款5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移民局严厉打击非法外劳 在雪州家印展开突击行动 盘查至少425名外劳 并逮捕175名没有合法证件的外劳 当中包括两名孩童 此外 移民局官员也在该次的行动中 意外打破一间进行网络赌博活动的 住在单位 对于在行动中意外打破 用作为网络赌博活动的住宅单位 移民局总监 指出由于该单位的入口处设有 闭路电视 因此在执法人员破门之前 里头的嫌犯早已从窗户逃跑 无论如何当局会援引1959 1963年移民法令以及1963年移民条例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志盈 感谢收看 Salam Blaga Malaysia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